哈囉 大家好 我是Nick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是繼上禮拜的福島型的夏集 今天我們會繼續在豬苗袋湖這一區走走 吃個午餐之後就會去快晶洛松 最後一天我們還會去這邊的三大絕景之一 大內宿 這些地方都是來福島旅行的 非常值得去走走的地方 假如對福島縣這個地方旅遊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中文字幕提供 上集影片我們到了豬苗袋湖附近的長濱公園 那邊有可愛的鴨鴨跟天鵝 假如還沒有看影片的話 記得點右上角資訊欄喔 然後沿著湖畔大概計程車5分鐘的距離 或者是搭巴士也可以來到這裡 這也是野口音室紀念館 大家知道野口音室是誰嗎 假如來日本玩的話 應該就會發現他們的紙鈔上面 其實都有印了不同的人 有沒有注意到這些人 其實都不是日本的政治人物 以日本代表印鈔的習慣 他們會把歷史上有具有貢獻的人 就是把他的畫像印在紙鈔上面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野口音室 日幣的千元紙鈔上面印的就是野口音室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野口音室 進去這個野口音室紀念館 那這邊的紀念館分為室內跟戶外 然後戶外的地方有一個野口博士生家 也就是他雙親以前的故居 那野口先生他主要是研究黃樂病 所以在日本醫學上就相當有貢獻 所以日本人才把他印在這個千元的紙鈔上 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有修一門課 叫做日本近代歷史人物 然後有一堂課的講座是在講野口音室 雖然我現在腦袋就是一片空白 什麼都不記得 但是我對這邊寫的這句話非常有印象 就是野口音室當初他有下定決心要上京 就是去東京學習 然後這邊刻了一句話就是說 在我得到成就 在我的志向實現之前 我絕對不會再踏上這片土地 意思就是說他還沒有成功之前 就不會再回到他的故鄉 我真的覺得有這樣的決心跟毅力 真的非常不容易 我身後這邊野口音室的這個蠟像呢 居然會懂會講話 而且蠻逼真的 而且你可以跟他互懂 可以問問題 歡迎 大家好 我是野口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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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有在看我IG的朋友 應該就會知道我蠻常去看電影 而且特別是Marvel的電影 然後這邊有一曲我覺得蠻酷的 他把野口音室的介紹啊 跟一些他的一些小插曲呢 他把它做成很像美式漫畫的風格在這邊 我覺得這個紀念館的空間設計真的蠻不錯的 結果果真 這邊就有寫 沒錯 他有得到2015年的Good Design Award 然後又得到最佳的空間跟設計獎 還蠻自來走走休息的一個地方 我們剛剛看完野口音室博物館就來準備吃午餐啊 今天選的午餐地點也是非常Instabuy的地方 它叫做咖啡 咖啡幾號 217 217 對剛剛我們是搭計的車過來的 差點講成216 這個地方的話它原本是倉庫改建的 然後這邊提供的餐點非常的好吃 就是有義大利麵還有手作甜點 那因為我們有預約時間12點 所以我們就趕快進去吧 由於店內座位較少 建議在官網事前預約 因為疫情關係 平日公休時間也有改變 如果要來做做的話 記得先看好營業時間 中午時段只有提供套餐 可以選擇喜歡的義大利麵口味及飲品 怕吃不飽的話 也可以加點湯品麵包或甜點喔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你很開心 那會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剛剛吃完午餐的到我們下個目的地 就是快驚若松 那也有人念會啦 都可以 因為反正是日文 那我們現在這邊呢 我們待會放完清零了 就要到這邊附近走走 那其實這邊比較有名的是賀茲城 但是我們其實上次有去的 所以我們今天不會特別去 然後我們待會要去那個 七日頂童那邊散步 再來帶大家吃這邊有名的土產 那我們就出發 出發 快驚若松呢 這邊其實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公園 不過它離市區有點距離啦 不過想藉由這個機會跟大家講一下 主導的吉祥物這個 阿卡貝庫 中文有人翻作紅牛 我們去看看這公園裡面長什麼樣子 這公園其實小小的沒有特別的大 但是阿卡貝庫的中椅呢 在快驚若松這個地區到處都可以見得到 從車站一出來啊 我們剛剛去的地方 那還有這邊的餐飲店呢 都會放這個阿卡貝庫 因為這個算是這裡當地的吉祥物 那這個公園的話就是有 這邊當地最搭一支的阿卡貝庫 它是個溜滑堤 然後其實後面還有一個小小的 飲水機 大家看得到嗎 對 然後再往前走呢 其實還有更小隻的 只是因為現在下旋呢 它就是幾乎被蓋住了 看不太到 然後假如大家冬天來的話 這邊積雪走路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蠻容易陷下去的 那阿卡貝庫的 基本上就是這邊的吉祥物啦 就可以帶來幸福啊 幸運這樣子 那詳細的介紹呢 大家可以去看看抓你的影片 那在這邊呢 我們的抓尼先生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豆知識 阿卡貝庫其實有分公的母的喔 所以我們來檢驗一下 這是公的還是母的 這個白色線條 如果是往上勾的話呢 就是公的 下降的話 就是母的 對 所以這隻比較像是 這是往上吧 這往上 對公的 應該公的還是往下 我覺得實在太難分了 所以呢 其實現在很多紀念品 它聽說就是已經沒有那麼明顯 就是分公母的 但是有這麼一個傳說 就是用這個紋路呢 就是用這個紋路呢 就可以分辨是公的母的 所以呢 假如像Nike的話 得夠夠就應該就是公的 哈哈哈 下個要去的地方呢 叫做七日冰通 那邊就是蠻多店家 而且它都是用以前留下來的建築物去改建的 規劃的蠻漂亮的 但那邊的話就是 營業時間就是蠻短的 蠻早就關門了 大概下午5點呢 其實差不多就結束營業了 那我們剛剛其實從這個 紅牛公園 來這邊其實大概花了20分鐘時間 因為那邊其實離市中心比較遠一點 所以比較建議 假如來快進洛松玩的話 其實可以搭我這邊列的這個 它有這個室內的巡迴巴士 也有餘日券 其實這就蠻方便 就已經可以到這個快進洛松很多景點 那這邊七日丁站其實也是蓋的蠻古色的 蠻漂亮的 而且最特別的是它裡面它有個咖啡店 還有賣紀念品 我們進去看看走走吧 這邊其實賣了很多當地的主產 然後其實這邊除了剛我們晚上要去吃的 淪香飯呢 其實喜多芳拉麵也是蠻有名的 當地有名的醬油拉麵 我們上次來的時候其實有吃 我自己還蠻喜歡它的麵條 其實它是有比較粗的 對這邊有的照片可以看一下 欸這邊福島還蠻有名的水果 其實是桃子 然後連洋芋片都有桃子口味的 就跟我剛剛說的呢 這邊店真的蠻早關的 那我剛剛看的這家蠻推薦的 它叫做長門屋 然後它有日式的果子啊 羊羹 而且都有得到good design 我設計大賞 講到快進洛松的美食 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淪香飯了 能在百年老宅享用美食 真的是難得的體驗 可惜疫情關係 生意略顯冷清 第一次吃太貪心 選了七種淪香 私心覺得還是久滋過的鮭魚最好吃 所以各位早安 那我們昨天在快進洛松住了一晚 那這邊的話住宿其實選擇比較少一點 大部分是連鎖的飯店 然後我們昨天住的是呢 我後面這家Toyoko in 在我之前的影片又提到 就是Toyoko in的話加入會員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有會員假啊 然後住宿的話累積10萬有免費 可以住一晚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到這個快進洛松的車站 搭車去我們今天最期待的觀光景點 大內宿 那我們就出發吧 要去大內宿的話呢 就一定會經過這個車站 它叫做湯野上溫泉站 那這邊的話其實也有少部分的溫泉旅館 只是住宿選擇比較少一點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來這邊 在換巴士或計程車 那巴士的話呢 時間班次都是固定的比較少一點 所以可以先到它的大內宿的官網查好 才不會錯過時間 那或者也是可以跟我們一樣 人數比較多的話 其實搭計程車會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這條鐵道呢 它其實有一部分是JR 然後有一部分是快進鐵道營運的 所以像我們用東北周遊卷的話 還是要另外再付一小筆費用 來看吧 我們來看吧 我們先喝多美了 現在就來到才能吃之前 你要喝多美了 如果我想要喝多美了 我們要喝多美啦 我們來喝多美了吧 然後我們去喝多美 我們先喝多美 更多的酒 玩得多美 都是來喝多美 這邊的酒 可以喝多美 然後這裡喝多美 今天我們聊到 我們說是 那我们刚刚从车站搭计程车过来 大概15到20分钟6公里的距离 就可以到这边大内树 那我自己觉得大内树算是来福岛这边必来的景点 因为这边真的很漂亮 可以看到日本国内小数的这种毛气建筑 那除了这边之外呢 还有京都美山丁的北村 然后还有岐阜白川乡的河掌村 那边都是非常有名的景点 然后这边其实冬天也有点灯的活动 不过因为疫情关系 今年也是跟河掌村一样的就是没有点灯 那我们现在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就可以到这边的展望台 大概步行300公尺左右 那今天因为有下雪 真的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还好啦没有到暴雪的程度 那我们就去展望台走走吧 那大内树这边我想知道的观众朋友可能比较少一点 但其实我们现在走的这条下野街道呢 它以前呢是跟日光很有名的赏风景点那边是相通的 然后古时候的物资啊就是从这条路来做这个运输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往上走呢 就可以到上面的建勤台 就可以看到整个大内树的风貌 现在就到这个建勤台 那它其实高度没有很高 不过夏天的时候它有楼梯可以走 但冬天的话呢 它那个楼梯因为被雪盖住了 所以有点要绕路 那地面都蛮滑的 所以大家就是走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 好怕哦 现在降雪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遇到那个会下雪的五十 然后谁在赛 一定是座安妮老师 因为他去合掌出演下雪 我去合掌出演暴雪 暴雪 座安妮老师真的是 风靡全球 就是引起 这是个暴雪官 对 大家要去看暴雪的话就会过去 因为看到多美多美 记得找他报名旅行团 团团下雪继续 对 那现在就到了午餐时间啦 讲到大内树比较有名的午餐 就是这个应该也是当地的乡土料理 你看它是葱 然后还有荞麦面 就是用这个葱当做筷子来吃这个荞麦面 那这样万一吃完葱是不是就要边用手抓呢 我们进去吃吃看吧 然后这家店呢 它就在这个毛器建筑里面 所以呢东西都完全是以前的样子 以前的面貌 然后我真的觉得我这个身高 在那边吃东西真的要很小心哦 你看它有点 从这边要过来也是要蹲下来 不要怀疑真的是用葱咬着吃 我们待会请Johnny先生示范 不过生葱真的非常呛辣 第一次吃可能会不太习惯 但柴鱼汤汁与面条的香气真的很搭 不过比起荞麦面 我个人觉得他们家的小菜更深得我心 Zither Harp 这次三天两夜的辅导游也接近尾声 开放观光的地区及景点都距离核灾地区甚远 食安也有在严格的管控下 福岛绝对是来日本东北旅行相当值得来走走的地方 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订阅频道才不会错过每周日本精彩影片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我是Nick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感谢观看